帶你來看到 橄欖油有液體黃金支撐 但是因為最近加上天氣的暖化還有天災 導致橄欖欠收 價格不斷飆升 有民眾在美食賣場發現 一瓶三公升的橄欖油 居然短短一個月之內就漲了好幾百元 也有義式料理業者透露 雖然橄欖油在料理裡面只是一種基底 但是每天使用下來 就無形中不斷推升的成本 也讓業者吃不消 一大匙橄欖油下鍋 再以洋蔥 蒜末 爆香加入白酒 瞬間燃起熊熊火焰 最後放進麵條不斷翻炒 讓義大利麵吸附滿滿醬汁 義大利米拌入松露和蘑菇 最後等待收乾 義式料理中不論是義大利麵 還是燉飯甚至是沙拉 都得用到橄欖油 但現在這瓶液態黃金 價格實在貴得嚇人 因為橄欖的產機 因為氣候的關係有受影響 所以台灣目前的橄欖油 這個市場從去年的六百塊 漲到現在的一千二左右 就是這桶從義大利進口的 初榨橄欖油 短短一年的時間 就從一公升六百元 變成一千兩百塊 足足貴了一倍 加上今年橄欖欠收 產量減產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 但漲價元凶 其實還有這個關鍵 尤其近期台幣狂變 不只賣橄欖油變得更貴 所有的進口食材 通通都造秧 像是牛油就漲了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四十 其他像是鮮奶油 起司和義大利麵 也有將近五成的漲幅 甚至還有民眾發現 美式賣場的橄欖油 也在短短一個月大漲三百五十元 有民眾秀書發表 可以看到上個月的標價 才七百四十九塊 而這個月居然就變成了一千零九十九元 從趨勢圖來看 也可以發現在三月底之前 都還是維持七百四十九塊的價格 之後便一漲不回頭 就算橄欖油在料理中只是一個基底 但極少成多下 也是一筆不小的開銷 記者吳正宇 張宣言台北采文報導